月桂 我看公子昨晚在房间里点月桂熏香 就去药房领了一些月桂花叶 熬制了精油 我爹爹是文官 总要在墨里加一些上官家特殊调配的香味 为了辨别文书的真伪 所以我也想在公子家一些 可能没什么功用 但如果公子闻着心神愉悦 清静思绪也是好的 你知道我为何喜欢月桂 教我以礼乐的先生也曾教我 遍世花草 粗通药粒 月桂是种既恐怖又魅力的植物 它的花意是古惑 的确 世人常说月桂既危险又迷人 代表了蛊惑 但其实月桂的花意 还代表着胜利 小女不才 让大人见笑了 月桂 月桂一直是传说中的长生之药 月中至宝 难以摘折 若有幸可以寻到乌刚 在广寒宫中种下的月桂花枝 无论挂上什么 铜钱也好 金玉玛瑙也罢 都可以无限采摘 浮渝满盆 能够摘到月桂花枝绝非易事 所以 人们将才子种举 称为哲贵 而西北方的一些蛮族 他们则喜欢 将月桂花枝编织成缓 做成头冠 送给凯旋而归的将士 所以 月桂也代表着胜利 这才是我喜欢月桂的原因 那我还真是误打误撞了 我原以为 上官姑娘只会做饭中花 想不到 你还精通闻墨 好 以后厨房的事 你就不用费心了 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来就好 待在厨房对你来说 要些委屈 公子若是不喜欢金玉 我可以换其他的 我确实不喜欢 我不喜欢鸡羽 也不喜欢满院子花草 那公子为何还任由 你初到绝宫 鸡羽建立危险 我自恃不变博了你面子 你是我亲自直选的新娘 绝宫未来的夫人 但是 我希望你懂分寸 知进退 愿是非 什么都逃不过公子的眼睛 你说得没错 刚才是不是去了鱼公 明姐姐之前说 要教我几个女工图案 学了几样 正好想给公子看看 不必看了 回去休息吧 是 是 你种了满院子杜鹃 却没种其他花草 你可知道 杜鹃的花艺 知道 知道 上官姑娘为何只选杜鹃呢 因为杜鹃花的花艺是 我永远属于你 姑娘心思可珍惜 好浪漫呀 但愿 学公子能懂姑娘的心意 宫儿先生饱读诗书 自然难懂 你不认识 一会儿再走 帮我再摸些摸 将岳长老的领位 放进宫门祠堂 放进宫门祠堂 山雾流动 都日 更神了 不认识 不要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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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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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